好的 各位觀眾們大家晚安 終於到了最後一天 這個打心臟的點位集了 好 我們這次廢話不多說 那心臟建議大家還是多打一點啦 因為之後梅林也要幫她留個大概30顆左右 我看看我還有多少 嗯...27 好 不夠 哈哈哈哈 好啦 那至少我得打個3顆 至少得幫梅林準備個3顆 如果我抽得到的話 好 那我們這次呢 那基本上其實跟昨天的隊伍有87%像 對 只是拿掉了一個斯巴達克斯 那我們這邊就留下了 欸 這個騎金石 那我們就直接帶上萬聖公主 然後黑傻帶這個 那大英雄你就負責Stella吧 然後後面也一樣啦 你看我的套路基本上九成都很像 你不是說我每次拍片都拍得很心虛 我覺得其實... 好啦 其實差不多就是這種套路啦 那這次更適合兩位騎兵的原因就是因為 呃...這一次的敵人剛好都是樹脂 後面都是樹冠的惡魔 所以以騎金石跟聖誕黑傻這兩隻 呃... 賴打有非常好的發揮 好 那...開場還是沒話講嘛 大英雄 麻煩了 辛苦您 加油 好 然後大英雄 還有準備跟我們以往這幾天看到的 英勇的身姿一樣 其實仔細想想 他除了第一天之外根本就全請了 好像還有人讓大英雄第一天也全請的喔 你們這些有沒有人性啊 我看了都受不了 好 那沙翁上來就幫大家放個牛魔王的 呃...紅魔放 嘿 然後呢 這三隻登場 那基本上就是那個套路嘛 那沙翁就把...就把那個...那個那個那個 技能開一開 大家技能開一開 然後你能力開一開 全部就丟下去就對了啦 B魔放 然後呢 欸... 那你高興也可以填個NP啦 不過基本上NP不會不夠啦 對 不會不夠 對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中午會的話開下去 那我的奇金石1技好像是6 2技是10 然後... 呃...聖誕黑傻應該是3技是7 那如果你練高應該是更好 對 印象印象沒有錯的話 然後我們就把聖誕黑傻的魔力放出也開下去 好 然後全體強化 兩人攻擊力都增加 好 OK 起碼沒錯 那我沒記錯 欸 6 OK 好 那就... 呃... 先黑傻寶具 再奇金石 因為奇金石 他的OC效果會提升綠魔放 所以寶具的威力會提升蠻多的 那所以奇金石你一定是放第二個 哇 這個一炮轟下去 一人打了17萬 多麼的兇殘 多麼的殘暴的聖誕黑傻 太殘暴了 我都看不下去了 好 那剩下的交給這個奇金石直接錄下去 就非常非常簡單 非常的沒問題 對 非常的輕鬆 應該是輕鬆吧 好 22萬 好 非常的充裕 他剛剛好像剩一半的血嘛 大概16 17萬 所以這邊轟下去就非常的穩 那這個方式 要換一次人 就是你需要手動換一次人 那好 那接下來呢我就想 好嘛 那如果我今天不想換人啊 我連換一次人都懶得換 好 那我們換上這個金色慶典 我們就不要放那個莎士比亞上來了 我們就直接用那個金色慶典來補這一下 可不可行 好 我們來看看齁 來 一樣 技能丟下去 OK 補滿 OK 然後呢 一樣啊 奇金石自己MP補滿 那 丟個千里疾走 OK 然後把這個金色慶典呢 那丟在我們的聖誕黑傻之上 這樣子 因為可能有些人的手機 比如說不夠好 那可能他覺得換人速度會拖慢 那我們這個方式可以少換一次人 那基本上套路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傷害夠不夠 好 打下去 那這個 魔路槓 OK 少很多 大概剩 11萬 不對 15萬 剩15萬 那奇金石只要能夠再 撸個18萬就夠了 因為奇金石的傷害就會比較低 因為少了剛剛1服的全體 我放 全體強化 好 17 18萬 差一點點 OK啦 不過基本上看起來這個範圍 潤局也是在你不要太衰全部孔明的卡 全部孔明兩張B卡應該也行啦 應該也行 對 所以應該就有一張B卡 好 一張B卡我不知道行不行 好啦 看起來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如果你真的不想換人的話 好 那接下來我們說不行 我覺得我要高配 我覺得我要更快快還要更快 對不對 我大英雄換人也很麻煩 好啦 那我們就用這個啦 我們就用聖誕黑撒配上這個寶石翁 全程都不用換到人 那 船長我這邊是寶3 那配上圖滿黑聖杯 1技鍊到6 3技鍊到10 嘿 對 對 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打 那第一波呢就交給聖誕黑撒吧 反正開孔明2,3技開下去 聖誕黑撒也就滿了 所以這邊就一定要用寶石翁啦 那沒有辦法 因為那20NP 如果你想用這個方式的話 對 那這個方式就是完全把換人的速度減少到最低 嘿 因為真的我知道有些手機 在換人的時候真的會很滿 嗯 好 排下去 18萬啦 這個沒有問題 毫無懸念啦 不可能打不死啦 然後呢 接下來第二波 那 來看看德雷克 好 新之開拓者 然後暴風雨的航海家 藍著航海者 再來就是 這個 1技開下去 魔力放出 那 星星也開下去好了啦 反正你高興也有個星星可以開 這樣子搞不好可以確保一定暴擊 嗯 那我們來看一下會大概死 應該不可能一發打得死啦 我猜一發是打不死 會有殘血 那只是看說殘多少而已 那如果殘的不多 這個方式可能會比剛剛 放兩個寶具的動畫來的快 對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大刷特刷 刷一堆心臟的話 呃 剩10萬喔 好吧 10萬我覺得是不太能接受的範圍 10萬的話 大概一定要船長的EX 那 呃 或者是紅卡要爆擊到一張才行 呃 嘖 或者是聖誕黑撒紅卡 看你們啦 看你們啦 對 你可以看一下 有心臟好欸 哈哈哈哈 好 接下來 那我稍微再改良一下 我覺得 哎呀 剛剛剩10萬 實在不太穩 好 我們再調整一下 還是可以少換一次人 那我們就不要聖誕黑撒了 那大英雄 不好意思 麻煩你再加一下班 哦 對不起 你知道那個 從者或是英靈 是不符合牢基法的 辛苦你了 加油 好 那基本上這邊就是 莎士比亞的魔力附加全體紅魔放下去 那 一樣孔明丟下去 哎呀 我覺得這個孔明也是加班 加得不得了 反正是別人家的孔明 別人家的孔明死不完 沒問題 哈哈哈哈 好 心智開拓者丟一丟 那如果你有莎士比亞的話 德雷克3技也不一定要滿啦 船長反正補30也夠 OK 那我們就這樣開下去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樣子的話 是打多少 那現在來講 基本上就是多了一個 牛魔王的15%紅魔放 跟莎士比亞的 30幾%紅魔放 30幾%紅魔放 對 好 打下去看剩多少 哦 剩3000 OK 這就可以接受了 像這種 呃 連孔明B卡都可以 暴擊收到一隻的話 嗯 其實不用暴擊啦 B卡都可以收到一隻的範圍 就是可以接受的 好啦 那看來這個 比剛剛好一點 對 至少不會殘那麼多 哎唷 心臟 耶 好 接下來呢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會想說 啊 那我有賴光媽媽 我有孔明行不行 對不對 賴光媽媽不是說 她的三技神秘殺 對魔性惡魔也有效嗎 啊 對啦 沒錯啦 那我的二三技 其實都沒有練滿 一個是六 一個是五 那這邊是寶二 呃 反正我們就先試試看吧 那 因為賴光就一定綁死雙孔明 對 賴光就綁死雙孔明 這個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一樣 啊 反正就 金色慶典的魔力放出丟下去 全部丟 那如果你想更高的傷害 你還是可以搭配換人禮裝 把莎士比亞換上來 嗯 懂 啊 反正這個套路 哎呀 這個套路我都已經演了 演了六天了 我都快演不下去了 呵呵呵 好啦 反正你們看你們大概就知道了 對 那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神秘莎跟魔力放出雷就丟下去 呃 我是覺得應該打不死 應該會殘血 因為 嗯 呃 因為德雷克都有殘嘛 那像我剛剛 我有帶到就是說 你也可以選擇用那個 把他給星 然後吸星回來打暴擊 對 可以啦 但是我就說嘛 打暴擊跟EX配卡這種 就不在我速刷的範圍討論之內 所以我們就先加減看 剩八萬 OK 我猜沒錯 果然剩的蠻多的 那看起來也是要依靠EX 或至少賴光要吃到一張暴擊卡 那才有辦法 呃 實戰上來說 如果你有吃到一張 應該是有機會啦 那再用衣服給個星 然後賴光開個星星 應該是可行 對 可行 看你們啦 好不好 你們自己大概決定一下 好啦 那本次大概就到這個地方 好啦 那就 大家慢慢去 好好多打一點 呃 德雷克拉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